随着社会的高林化 有很多老人的相关镜头 也渐渐去弘中心 其中高林湿地的案例 在生活中就常常在看到 新台新京堡的昕尾 新京科主任白明祺 也当时一直在湿地前的领域 来做研究和探讨 并在在2008年 抵出三栋两高预防湿脂的考核 9月是全球阿兹海默月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月 好好来跟大家宣导 失智症的正确概念 那么失智症预防比治疗还要重要 那么我跟大家介绍 三栋两高预防失智 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行为 所谓三栋两高 就是头脑要动 休闲活动 有氧运动 高度学习跟高抗氧化 我想这五件事情 大家好好去做 一定对失智症的防治 非常有的帮忙 另外 失智症中心 也跟台南五大博物馆来合作 并推出下高出红签 立下PASS 让高低林苏 可以透过心中业势 来刺激头脑 同时还可以让他们 走出户外运动 也可以让他们 激陷浪活动 台湾新闻流品言 彩虹不得 看来看那边好 好